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陈国伟 昨天呼吁在吉隆坡重启地方选举 这番言论犹如捅了马蜂窝 是的 巫统 伊斯兰党和土团党 一众马来领袖斥责行动党 一再挑战巫义社群的底线 巫统青年团警告行动党 不要一而再挑起种族敏感课题 直辖区伊斯兰党则担忧 吉隆坡以华裔选民为主 一旦举办地方选举 恐怕华人就会垄断吉隆坡的地方政府 到时候马来人只能靠边站 行动党先有元老丹斯里林吉祥 提起非乌翼也能当首相的论述 前一番言论余波未了 顾问陈国伟要求在吉隆坡重启地方选举到一席化 又惹怒马来领袖 乌清团长莫罕默阿克马 炮轰两名领袖利益不良 破坏社会和谐又伤感情 他认为昌明政府中的部分人士也对这些言论感到不舒服 认为行动党领袖似乎刻意挑战原有的种族共识 他指出吉隆坡人口有159万人 当中土著人口占45.9%还不到一半 一旦重启地方选举打破了原有规律 首都就会失去原有的平衡 认为火箭突然动摇我国60年以来的共识 居心搏测 阿克马也提醒两名行动党资深领袖 发言时应该更加敏感和尊重 而不是演发不安和悲观情绪 他也重申 昌明政府中有巫统成员 行动党应该顾及他人谨言慎行 与阿克马立场一致的还有伊党联邦直辖区专员阿扎哈 他今天发文先说明自己无意谈论种族课题 而是如何保证巫义获得议席和话语权 以确保伊斯兰和巫义的权利与特权 如同联邦宪法第三条文所描述般获得保障 他也反问火箭是否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 得不到足够的政治参与度 只行动党在吉隆坡掌握多个议席 如今还要求恢复地方选举 虚所无度 这名伊党宗教司也点出 内阁如今有一名联邦直辖区部长 专职处理区域内的大小事 并由吉隆坡市长辅佐在侧 实在没有必要另设地方选举 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一共有11个国会议席 甲洞四眼末四不爹交赖五级免登都是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选区 行动党多年来老数盘根 国盟领袖认为一旦恢复地方选举 华裔就会垄断首都的话语权 尽管巫统和伊党先后炮轰陈国伟 要求恢复地方选举的想法异想天开 但16个非政府组织加入响应 国民觉醒运动主导的连署中指出 我国选民只能每五年选出国州议员 但无法民选出地方社区领袖 因为联邦和州政府都倾向于委任党员或支持者 去出任这些不同治理架构的代表 连署中也提到 官委大议室的模式剥夺了人民的意义政权 这批委任的官员只会听从任命自己出任职务的单位 而非把民意放在第一 要求政府尽快恢复地方选举 还政于民 这批委任的官员只会听从任命自己出任职务的领袖 这批委任的官员只会听从任命自己出任职务的领袖 这批委员只会听从任命自己出任职务的领袖